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lturban Nutrition是新加坡的第一个公司 把昆虫变成食物给人们吃 它们对我们的环境是非常环保的 它们的蛋白质量和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比较特殊的两种口味 就是我们的零巧克力 还有我们的芭蕾芭蕾蕾 我们要成为亚洲最大的昆虫食品公司 并且带给大家有营养性又美味的昆虫食品 我的名字是凯恩 我今年20岁 我和我的伙伴John 一起开始了这个公司叫Ultimate Nutrition 几年前我们参加了一个 Service Learning Exchange Program 所以我们到了越南的一个便宜穷的地方 我们在那里就看到他们的人 不足够钱买肉这些东西吃 所以我们就在想 有没有能够代替蛋白的一些食物 能够帮助这些人 我们读到了一本研究的文章 那个文章是公司的文章 目前新加坡还没有一个公司 在把昆虫蛋白换成食物 所以我们就考虑做昆虫蛋白 蟋蟀的蛋白质其实是很高的 100克的牛肉相比 牛肉大概有21%的蛋白质 可是蟋蟀就有65到70%的蛋白质 本身它的味道是没有多大差别 只是说它就是口感会稍微不一样 我觉得还不错会有那个新鲜感 不像通常的脂肪会比较硬 其实我都没有吃过昆虫 所以我不太清楚昆虫的味道是什么 但是四个我都会接受 我本身是吃不出有一些那种味道 我吃了没有那种恐惧感 在网上的昆虫食品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就自己摸索配方和实验 我们用了四到五个月的时间 去做我们市场调查 最后选出比较特殊的两种口味 辣椒巧克力 还有芭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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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前供服务员 从印度内西亚还有泰国 可是我们以后想要自己 肯定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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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信 我们想要控制我们喂它什么 怎么样养它 这样才会给我们再大的透明性 给我们的客户知道 我们知道我们为他们这些东西 昆虫是对我们的环境有很大的帮助的 因为我们的地球人口在增加 食物应用也是在增加 比起养牲畜呢 因为我们是新加坡第一个所使用昆虫来做人类食物的公司 所以我们现在很密切的跟新加坡的食品局合作 等着他们的批准 以便我们能开始销售我们的产品 如果我们有那些冒险精神 他们就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去发一个预订单给我们 我们也要扩大这个蟋蟀的食物范围 看能不能把这些蟋蟀当作别的食物 比如说松饼还是薯片 除了蟋蟀之外 我们也想探索别的昆虫 比如说杂蒙跟粉虫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要把蟋蟀是很恶心或者肮脏这些东西 当人们可以把他们的第一个蟋蟀拿掉 他们就会知道 其实蟋蟲蛋白和其他的蛋白是差不多一样的 没什么可怕的 感谢观看